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很普遍 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第二年了 然后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 我还是很很怕你 就是我觉得心理想其实是郭老师是很很好的 但是还是很紧张 可能是因为就感觉自我被您拍了两下 可能有点就总觉得像被您看穿了一样 就觉得很害怕 然后马上第二年也快过去了 我就觉得我怎么样去就是快一点跟您跟老师您相应 这样可能我更能学到智慧 谢谢郭老师 好 前面的这个怕也没有说不好 那你会应用的话 它就有好处 这个怕代表是你对这个老师的尊敬 尊重尊敬 那你有尊重尊敬 你把它转换成 他讲的课程 对你 对你生命的成长 能够帮助很大 所以去珍惜 勉励自己要好好的珍惜 如果一个老师 你对他没有尊敬之心 那你很有可能你对这个课程 你也不懂得珍惜 所以那个怕里面它含有一种尊敬 你要好好的下功夫 去挖宝 不是像一般人两端 很怕很怕 然后就脱逃闪躲 你怕而脱逃闪躲 你也学不到智慧 因为当你真正深入之后 你会发现 哇 这里面很多的珍宝 你本身受益 你的怕里面含有一种敬畏敬爱 你就不会践踏 不会轻忽 你会珍惜 但是这种怕不是形成心中的障碍 它是形成一种障碍 它不是一种障碍 而能够形成一种珍惜 尊敬 珍惜 那这样的话 你会提醒自己 这些课程要好好的珍惜 希望有一天 也能够开启内心的高等智慧 所以把它善用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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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